前年5月赖姓男子因为找不到妹妹 竟然迁怒持刀杀死牙医王冠中 他因为患有思觉失调症 一审逃过死刑 判无奇徒刑 现在二审结果出炉判他 赖男曾罹患思觉失调症 2003年到2014年又到诊所拿药 之后就没有看诊记录了 他认为自己不顺罪 都是因为妹妹 所以2018年案发当时 他持刀去妹妹工作的牙医诊所 要找妹妹 牙医王冠中让妹妹先在三楼躲避 没想到自己却遭对方割禁身亡 赖男还伤及两名护理师 为什么要拿刀攻击 一三案件事 其实他在三楼的时候 全程看到王医师被杀的经过 因为三楼有一个 有二楼的摄影机 一审时赖男对法官说 死时地下跟牙医师道歉 请求减刑轻判 何一婷依照医师鉴定 认为赖男行凶时 精神状况不稳定 判他无期徒刑免死 刑后监护五年 全案上诉台中高分院后 重新鉴定赖男的精神状况 却是大翻盘 认为他行凶时精神稳定 根本没受到精神病史影响 另外其中一名 仅不遭赖男刺伤 差点送命的翁姓护理师 这些日子身心煎熬 写信给法官 请求重判赖男 现在二审判他 动新闻台中报道